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 总报告 报主管机关 分送全民健康保险会以下称健保会被查并公开于网记网络 一投保单位投保人数投保金额及保险费统计表 二医疗及副统计表 三保险医事服务机构增减表 四保险收支会计报表 五安全准备运用概况表 六其他与保险事务有关之重要书表 第三条保险人应依全民健康保险以下称本保险业务计划及安全准备运用状况 编列年度预算及年终决算报告 报主管机关并分送健保会被查 第四条健保会应每年编据年终业务报告 并对外公开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 修正日期民国101年10月30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二章 保险对象及投保单位 第五条 本法第二条第二款所称卷属 指本法第十条第一项所定第一类至第三类 即第六类被保险人之眷属 第六类被保险人为冗民一眷之家户代表时 其一本法第十条第一项所定之眷属规定如下 1. 荣民之配偶且无职业者 2. 荣民之执细写亲尊亲属且无职业者 3. 荣民之二亲等内执细写亲卑亲属 为满二十岁且无职业 或年满二十岁无谋生能力或仍在学就读且无职业者 第六条 本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目所称无谋生能力 只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 2. 领有设政主管机关和发之身心障碍手册或身心障碍证明 且不能自谋生活 3. 符合本法第四十八条所称重大伤病 且不能自谋生活 第七条 本法第二条第二款 第三目所称在学就读 只就读于国内公立学校 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和准立案之私立学校 或境外当地主管权责机关或专业评鉴团体所认可之学校 并具有正式学籍者 第八条 本法第九条所称居留证明文件 指台湾地区居留证 台湾地区居留入出境证 外桥居留证 外桥永久居留证及其他经本保险主管机关认定的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之证明文件 本法第九条第一款所称在台居留满6个月 只进入台湾地区居留后 连续居住达6个月或曾出境一次位于30日 其实即居住期间扣除出境日数后 并继达6个月 符合本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如无职业且无法以眷属资格随同被保险人投保者 应以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六款第二目被保险人身份参加本保险 第九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一目所称专任由给人员 指政府机关购公私立学校具有公教人员保险或军人保险被保险人资格者 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一目所称公职人员 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所列公职人员无职业之林长的准用前向公职人员规定参加本保险 第十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一款 第四目所称雇主 只雇用员工之民营事业事业主或事业经营之负责人 所称自营业主 只为雇用有仇人员帮同工作之民营事业事业主或负责人 第十一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 第五目所称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指一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或其他法规取得职业资格之人员 第十二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二款 第一目及第三款 第二目所称无一定雇主者 只经常于三个月内受雇于非属同条 向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规定之二个以上不同雇主 其工作机会工作时间工作量工作场所工作报酬不固定者 第十三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二款 第一目所称自营作业者 只独立从事劳动或技艺工作或致报酬 且为雇用有仇人员帮同工作者 第十四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四款 第三目所称接受保安处分之执行者 只经法院裁判 且经检查机关指挥执行 容留于矫正机关 矫正机关附设医院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 教养机构等处所 施以强制工作 强制戒指 强制治疗 观察乐界 监护及禁戒者 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四款 第三目所称接受管训处分之执行者 只经法院裁定 且指挥执行于矫正机关 施以感化教育之保护处分者 第十五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五款 所定第五类被保险人 指以下成员 一 护长 二 与护长同一护及或共同生活之职细血亲 及护妇抚养异物之亲属 但护长之职细血亲 被亲属 以为婚者违宪 第十六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六款 第一目所称容民 直领有行政院国军退除 一官兵辅导委员会合发之中 华民国荣誉 与国民政或议事政之人员 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六款 第一目所称容民一卷之家户代表 直领有行政院国军退除 一官兵辅导委员会合发之 容民一卷家户代表政之人员 第十七条 符合本法第十条规定 同一类具有二种以上被保险人资格者 应以其主要工作之身份参加本保险 农会或余会会员兼具水利会会员身份者 应以农会或余会会员身份参加本保险 第十八条保险对象分属二位以上被保险人之眷属 且无本法第十二条规定 难以随同被保险人办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者 应依下列顺序 则以被保险人资格者 一配偶或一亲等值系写亲 二二亲等值系写亲 三三亲等以上值系写亲被亲属 本法第十二条所称难以随同被保险人 办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如下 一父母离婚 分居行踪不明或未尽抚养义务 由祖父母抚养 二子女行踪不明或未尽抚养义务 由孙子女抚养 三非婚生子女由祖父母抚养 四持有保护令或出示警证 设政机关介入处理及其他经保险人认定 证明文件之家庭暴力被害人 五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之情形 保险对象有前向情形 且无其他应随同投保之被保险人 应以第六类被保险人身份投保 第十九条 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三目之被保险人 应雇留职停薪者 经征得原投保单位之同意 得由原投保单位以原投保金额等级继续投保 被保险人应自付之保险费 按月向其投保单位缴纳 投保单位连同其应负担部分会缴保险人 被保险人依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 申请预应留职停薪 并于原投保单位继续投保者 应以原投保金额等级投保 被保险人应自付之保险费 由保险人依第四十九条规定 即发被保险人缴纳前二项投保金额等级 不得低于投保金额分级表最低一级 第二十条保险对象原有之投保资格尚未丧失 其从事短期性工作位于三个月者 得以原投保资格继续投保 第二十一条被保险人二亲等内职细血亲 因被亲属年满二十岁且无职业 何于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以眷属身份参加本保险 一应届毕业学生自当学年度终了之日起一年内 二服役物役兵役或替代役退伍 役者自退伍役之日起一年内 第二十二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六款 第二目之被保险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经征得原投保单位之同意 得以原投保单位为投保单位 但其保险费仍应依本法第23条及第27条 第七款规定分别计算 一、未退休人员 二、依劳工保险条例第九条之一规定 自愿继续参加劳工保险 三、原随同投保之被保险人 因工作派驻国外而迁出户籍 第23条本法第十条 第一项第六款 第二目所定被保险人 医护及法规定涉及于政府登记立案之宗教机构者 得以该宗教机构或所属当地宗教团体为投保单位 第24条本法第十五条 第一项第一款 已被保险人所属团体为投保单位之规定 于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自行职业者 指其所属之工会 本法第十五条 第一项第四款已被保险人户籍所在地之乡 证市区公所为投保单位之规定 于本法第九条 第一款规定之保险对象 指其居留证明文件 记载居留地 住 指所在地之乡 证市区公所 符合本法第九条 第一款规定之第六类保险对象 经征得保险人认可之机关 学校或团体同意者得以该机关 学校或团体为投保单位 第二十五条 一本法第十五条第二项 规定投保之保险对象 其保险费应由其共同生活之其他类 被保险人代为缴纳 第二十六条 一本法第十五条第四项 规定以训练机构官 为投保单位之第六类保险对象 其保险费仍应依本法第二十三条 及第二十七条 第七款规定计算 前向保险对象 接受训练位于三个月者 的在原投保单位继续投保 第二十七条 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之 投保单位 英田据投保单位成立申报表 及保险对象 投保申报表 各一份送交保险人 投保单位除政府机关 公立学校 农田水利会及公营事业外 应检附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营本及下列相关证件 营本 一工厂应检附工厂登记 有关证明文件 二矿厂应检附矿厂登记证 三研厂 农厂 牧厂 林厂 茶厂应检附登记证书 四交通事业应检附运输页 许可证或有关证明文件 五民营公用事业应检附事业执照或有关证明文件 六公司 行号应检附公司登记证明文件或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七私立学校 新闻事业 文化事业 公益事业 合作事业 农业 余业及各业人民团体应检附立案或登记证明文件 八本法第十条第一项 第一款 第三目之雇主 应检附雇用契约书或证明文件 九第一款至前款以外之投保单位 应检附墓地事业主管机关核发之许可或登记证明文件 投保单位依前二项规定将申报表及证明文件 应本送交保险人当日 即完成申报应办手续 经由公司及商业设立一站式线上申请作业网站 申请成立投保单位者 免医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 简送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文件 应本 第二十八条 投保单位应被下列资料 以公主管机关或保险人 因业务需要所谓之访查或查询 第一类被保险人之投保单位 应被雇用员工或会员名册卡 出勤工作记录 薪资表 薪资资料 第二类及第三类被保险人之投保单位 应被被保险人及眷属名册卡 全民健康保险费之收缴账册 及一第五十一条规定所设专户之存款证明文件 第四类被保险人之投保单位应被被保险人名册 第五类 第六类被保险人之投保单位 应被保险对象投退保申报表等相关文件及附件 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名册卡 应分别记载下列事项 一被保险人及其眷属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日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及住址 二被保险人到职 入会或投保资格审核通过之年 月日 三被保险人工作类别 时间及薪资或收入 四被保险人留职停薪期间 前二项资料 投保单位应自被保险人离职 退会或退保之日其保存五年 第一项及第二项 有关国民身份证之规定 于本法第九条规定之保险对象 已居留证明文件未知 第二十九条 保险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投保单位应于三日内填 据保险对象投保申报表一份 送交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 一、合于本法第八条或第九条规定者 二、转换投保单位 三、改变投保身份 第三十条 被保险人二亲等内职系 血亲被亲属年满二十岁 无谋生能力或在学就读 且无职业者 投保单位应于其年满二十岁 当月底填据续保申报表一份 送交保险人办理续保 第三十一条 被保险人应欲应留职停薪 于原投保单位继续投保者 投保单位应填据继续 投保及一栋申报表一份 并检附相关证明文件 向保险人申报 原欲应留职停薪 期间借满展期或提前复职者 一同 第三十二条 本法第十三条 所称失踪 指经警察机关或入出国及移民主管机关受理登记为失踪 刑方不明或查询人口 保险对象因遭遇灾难失踪 的自该灾难发生之日退保 第三十三条 本法第十四条 所称保险效力之开始 指指合于本法第八条或第九条 锁定条件或原因发生日之临时起算 保险效力之中指 指指合于本法第十三条 锁定条件或原因发生日之二时四时停止 前项规定于保险对象 付保 停保时 准用之 第三十四条 本法第十五条 第六项所称退保原因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转换投保单位 二改变投保身份 三死亡 四合于本法第十三条 锁定条件或原因 第三十五条 保险对象有前 调锁定情形之一者 投保单位应于三日内 填据保险对象退保申报表 送交保险人办理退保手续 同时提供于保险对象 第三十六条 保险对象有依本法 第十三条 规定应于退保情形 而投保单位 为依前条规定 办理退保手续时 保险人的 静一相关主管机关 提供之资料 为其办理退保手续 并通知投保单位 及保险对象 但通知显有困难者 不在此线 第三十七条 保险对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办理停保 由投保单位填据 停保申报表 一份送交保险人 并于失踪或出国期间 暂时停止缴纳保险费 保险人 一相对暂时停止保险给付 一 失踪未满六个月者 二 预定出国六个月以上者 但曾办理出国停保 于反国付保后应戒满三个月 使得再次办理停保 前项第一款情形 自失踪当月起停保 前项第二款情形 自出国当月起停保 但位于出国前办理者 自停保申报表记 打保险人当月起停保 第三十八条 被保险人办理停保时 其卷数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被保险人因前条第一项 第一款情形停保时 其卷数应改按其他身份投保 二 被保险人因前条第一项 第二款情形停保时 其卷数应改按其他身份投保 但经征得源投保单位同意者 得于源投保单位继续参加本保险 第三十九条 保险对象停保后 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失踪未满六个月者 于六个月内寻货时 应自寻货之日注销停保 并不缴保险费 于六个月未寻货者 应速自停保之日 其中止保险办理退保手续 二 预定出国六个月以上者 应自返国之日付保 但出国期间 未满六个月及提前返国者 应自返国之日注销停保 并不缴保险费 政府驻外人员或其随行之配偶及子女 办理出国停保后 应供返国未于三十日 且持有服务机关所出具之证明 的免疫前向第二款规定注销停保或付保 但在台期间不得列入出国期间计算 第一项保险对象于申请付保时 投保单位应填据付保申报表一份送保险人 于核定付保后 停保期间扣取之补充保险费 的向保险人申请和退 本系则中华民国102年1月1日修正施行前 以一修正前第36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办理停保者 其该次停保 注销停保或付保 一元规定办理 但符合第二项规定者 的一该规定办理 第40条保险对象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或居留证统一证号 变更或错误 第六类被保险人申报之通讯地址或户 及地址变更时投保单位应及填据保险对象 变更事项申报表一份连同有关证件送交保险人 第41条保险对象有第21条第29条第30条第35条或前条 锁定情形应及通知投保单位 第42条投保单位之名称负责人地址或其通讯地址变更时 应于15日内填据投保单位便更事项申报表一份连同有关证件送交保险人 第43条 投保单位有停业、歇业、解散或财彻情事时 应于15日内以书面通知保险人 并检附相关证件 办理所属保险对象之一动申报手续 以办理停业之投保单位赴业时 应于15日内以书面通知保险人 并检附相关证件 办理所属保险对象之一动申报手续 第44条 投保单位有歇业、解散、破产宣告 无保险对象投保达180日以上之情事 或基欠保险费及致纳金 经依法执行无效果者 保险人的注销该投保单位 其应缴保险费之计算 以事时发生日未准 事时发生日不明者 以保险人查定之日未准 前项投保单位所属之保险对象 应及以适当身份改制 其他投保单位参加本保险 或许可否立案